和其他地方的道士们不同 武当山的道士们除了每天朗诵经文 还有一项必修的功课 就是操练武术 武当山是道教圣地 这里所有的彩绘塑像都是道教中神 而只有一个历史上的人在这里受到乐书的崇拜 这个人据说是武当山武术的创始人 这个人叫张三峰 生活在元末明初 据说是一位民间奇人 他不爱功名 只练就一身十分了得的功夫 他放荡不羁 却独独喜欢武当山的圣经 元末动乱 各路英雄齐聚中原 期望从此能建功立业 一展雄才 但张三峰却远避尘世 潜心在武当山修身养性 朱元璋 朱元璋起兵期间正值佣人之计 对张三峰心持神忙 他曾先后派人寻访 然而知道撒手人寰 朱元璋也始终未能与张三峰见上一面 张三峰的威名却随着朱元璋的称雄不静而走 到了永乐年间 朱棣北建故宫紫禁城 南修武当紫禁城 气派非凡 朱棣心想 以现在的形势 我总该能见到这个民间奇人了吧 于是朱棣先后四四下诏 希望他进京见驾 然而张三峰依然神出鬼没 不见踪影 不得已 朱棣只好命人在他曾修炼过的武当山 修建了玉真宫 希望张三峰还能够回到这里 让皇帝得以一见 张三峰不修蝙蝠 人称拉他张 一手太极内加拳 却打得出神入化 实在张三峰在武当山修炼 有一天无意中在山上看到了喜鹊和蛇相斗 蛇的柔软绵长 已经制动启发了张三峰 于是他创建了武当内加拳 这套拳术于祭祭中融回了道教 楚慈守柔以柔克刚的教义 和道元守依 意气互用的修持方法 太极内加拳只用内功 非困不伐 发则必胜 武当武术之所以文明天下 与张三峰创造的这套内加拳 有很大关系 武当派的其他武功 大都源于武当内加拳 中国武术自古有四大门派之说 少林 武当 峨梅和昆仑 其中 少林与武当并称 素有 北重少林 南尊武当之说 那么 武当功夫和少林功夫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和少林武术一样 武当武术也是在宗教的环境下成长起来 然而 武当山远离地面 山上 丛林密布 烟波浩空 除了朝圣者 很少有人上山滋扰声势 武当山道士们的生活环境相对清幽安静 这一点与少林寺不同 隋朝末年 天下大乱 少林寺拥有良田千情 经常有恶人趁着动乱上山打劫 为了护四 少林寺不得已组织了自己的少林僧兵 因此 少林功夫一开始就以实战为主 由于地处中原 少林寺难以躲避政治时事的包围 本着拯救众生 救国救民的佛学思想 少林和尚经常参与战事 匡扶正义 为了能在与敌人的较量中取胜 少林武功 招式凶猛凌厉 弓手都十分严密 而武当山的道人们 沿袭武功 则主要为了修身养性 身体健康 长生不老 是他们最初的目标 武当山的道士们讲究 在平静的呼吸吐纳中 进入一种天人合一 物我两望的境界 因此 武当功夫以内修为主 炼气为本 讲究柔和防卫 以静制动 厚发制人 同时 炼武当武功的多为武当山道士 只有少量的俗家弟子 这一点与少林寺不同 传说 张三丰当初创立武当内家权 明满天下 但他就是不接受皇帝的召见 原因就在于担心武当武功被皇家利用 因此 他立下一代只穿一个徒弟的规矩 他对徒弟的选择也胜利严格 这个人必须不爱财 不贪色 不结交官府 不忘恩负义 所以 至今武当武功 也不像少林功夫那样 弟子广布盛行于世 中国四大派武功中 各派都有自己独霸天下的武器 像我们熟知的少林棍 峨眉针等 而武当则以太极剑 驰名天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